欢迎订阅 关怀环境议题 就是关怀弱势族群的生存权 我们的岛已经在公共电视制作了25年 在台湾累积了很厚厚的环境议题的影像资料库 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都不是把它只当作一个节目在看待 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出路 或者是一种寻求改变的可能性 台湾在1990年代之前 还是处于那种大开发的时代 当环境跟经济发展有冲突的时候 大家都还是会往经济倾斜 那媒体也大概会是这样一个氛围 当时在西海岸的时候 其实有很大的填海造路计划在进行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看到的影像 竟然是郭肖老师在做乡土教育的时候 是说我们人定胜天 我们有高瞻远竹要填海造路 公共电视从1993、94开始筹备 那我们就打听 然后就找到我 那我就从1998年的9月 加入公共电视 正式在公共电视筹备 我们的岛这个节目 那11月就正式播出 当时的第一季 我的企划是海洋 那关注的领域 从海洋一直到山里 公害、社会运动、环境灾害等等 那已经几乎把台湾 各个不同的环境预理都包吼在里面 到现在已经到25年了 那也经过了几次的演进 节目也已经1200多集 到目前比较着重了 就是在公民行动的部分 还好因为我现在 就是有赶快把这些底片 赶快转档 影像已经一天一天的淡 一天一天的模糊 所以还好我在前几年 已经开始抢救下来 所以每次一进到这个制药室 然后闻到一股股酸味的时候 就会觉得 就会吹出自己要速度要快 这是1987年11月 哇 36年 有一些更长的那个40年 那个已经都卷起来 然后一堆碎片 那真的是抢救的太慢了 我是在农村出生长大 农村的环境的改变 也大概是在1980年就出现问题 但是呢只要一个环境公害 或一个气象灾害出现以后 平面媒体的爆料版面 就好像是一个邮票一样 然后呢电子媒体 因为那时候只有三台 所以它可能只有报导 那个官员去行事灾区的这个新闻 然后就没了这样 沿海地区只要淹水就会很惨 像现在看到了 有磕壳 有堆肥 有厕所 所以它的整个水呢 全部都是相通的 那居民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 环境大污染的水域里面已经第十片了 有一个年轻人 他抱着一个小孩 然后就凑过来说看我在干嘛 然后说 诶这个照片里面是我耶 小时候怎么这么巧 如果下大一点的雨 他们村庄还是会淹水 我就觉得说有点实在是不好意思 那他自己小孩的时期的淹水 然后他生了小孩 换成他小孩还在淹水 那种災难轮回 我们说 财户可能不会代代相传 但是这个災难 有可能会留给下一代 这是一个有点悲哀的一个 实在是 那我就想 我已经在媒体工作 那有发生的平台 那可以利用我在平台的机会 跟可以发生的管道 为他们发言 所以从1990年代开始 我就投出了大量的心力 所以大概四十几年 都没有离开环境记录这个领域 如果我们用中央社的授权会来估计 在资料室里面看到这些照片 大概是将近五十万张 出估它超过一亿的经济产值 所以这是台湾很重要的资产 我们找完以后都会把它上网 然后让大家可以有非盈利性质的使用 那可以让台湾的这个资料更丰富 像这个就是 嘉义东石布袋那一区域的 海岸侵蚀问题 那这是严重侵蚀 那防风林就倒掉了 不是看到那个希望 财经努力 我们觉得说我们去努力的 他就有希望 我们在做环境资讯的传递 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这个环境议题 要促进整个社会的沟通跟讨论 然后才会转换成行动 我是念那个海洋环境研究所的 毕业之后就看到了我们的岛节目 比如说有一集叫自明的海洋 从空拍就可以看到整个桃园的海岸 有一条紫色的污水 盘踞在这个海岸线这样子 然后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撼 我就想说 哇 怎么有一个节目 可以把海岸的问题讲得这么仔细 而且田野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 所以我就觉得影像是有 很强烈的这个传播力或渲染力的 所以我就很想做环境记录 那音源记会就到公共电视当环境记者 然后之后就到我们的岛节目 专题记者 然后一路到现在就是当制作人 我们也相信我们做的报导 拍摄的影像能够影响更多的人 就可以寻缩一些公民的力量 或有一些改变的行动这样子 这是我们在经营这个节目的时候的 一些核心价值跟想法 2011年日本三一大地震治后第九天 日本航空自卫队拍下当时 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 就很像是一个大学社团 就是可以去燃烧自己的理想 所以常就是在这边熬夜啊 大家就在这里 晚上半夜都睡在这边啊 然后写脚本啊 看待啊 有一段时间常常有台风就有灾情 然后常常就是随时的要出去 有时候一个月大概十天都在外面 等于是把所有的精力啊 心理都是放在工作上 阿宝 你小心一点 我一进来的时候就有一个蛮难忘的采访经验 那个时候去记录这个单大领导的另班工人嘛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山上的这个地址很不稳 那时候是九一的隔年 我们上去了没多久 然后正好就来了一个大地震 所以那个领导就瘫了 那我们在山上大概就被关了一个礼拜以上 上去福岛采访 那时候三一当时 我们大概过了几个月之后去 就觉得那个气氛其实是还蛮诡异的 然后虽然是七八月可是又湿湿冷冷的下着雨 然后街上没有人讲话 然后我们后来就在街上访问一个带着小孩子的妈妈 然后他在访问的时候啊其实还蛮镇定的这样子 可是摄影机一收起来 他就丢下一句话说救我 我就觉得哇 整个有一种全身凉起来的感觉 那个也是一个很难忘的采访经验 之前拍了这个撞到月亮的树 然后去大小鬼湖 走了大概十二天吧 然后那段我觉得还虽然蛮辛苦 攻击器就快七八公斤 再加上一个是脚架 然后再加上你个人的一些衣服啊 或者是你一些食物啊水啊 大概其实大概都到十五到二十左右 所以真的很累 而且我们那时候上去都会有请一些协作帮忙背来 不然靠我们自己其实真的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去到那个环境里面 看到那个大鬼湖 就觉得整个心情都会放松 然后这个好像到了一个仙境一样 就是融入在那个自然环境里面 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很轻松 我对纪录片中那种继续长期记录啊 然后追求真相这种特质 我是有向往的 之前柯师傅他有时候会到我们的学校去做分享 所以我就会很想要到这个团队里面 接续用这样的工作方法去做追寻这样 当我们去采访一个地方的议题 你会发现到说 原来在倒这个议题 他并不是第一次被关心 其实过去就已经有前辈 他关心过这个地方 那我就可以再把以前的影像拿出来做对照 你就会很清楚看见到 他那个发展的变化跟脉络 我会觉得我好像比别人多知道一些 这个环境事件在这个地方 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不可以 不好意思 等一下我一点都要出去 我们在拍很多的各种议题里面 当然他有挑战 也有一些困难度 譬如说我们在采访那个 沙死盗财的时候 这些沙死业者 现场有点像有威吓的这种意图 然后就站在旁边 在看你 看你在做什么 我们也有拍过一些公害的现场 那后来这些拖到垃圾的业者呢 他透过人来转速 就会告诉我们你们还是要小心 不要再来 要不然他们真的会动手这样 那大企业他可用的工具很多 他因为有很强大的律师团 会用法律的诉讼 以送指战 就你不要再继续来报导 他们也可以透过学术界 或对他们有利的研究报告 当作是他们反告或反证的有利证据 所以我们在做调查报导的过程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也必须要跟着他们 那个所谓的御用学者 这一派的里面去做证据的对撞 我觉得我们的挑战还蛮多的 因为现在的社会他其实讯息很混乱 然后很多事情是去脉络化 或者是过度简化的 那我们很坚持要到第一现场去采访真实的讯息 所以当我们要很公正 很多元的去把这东西讲清楚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讯息或不同的攻击进来 有人就说你是蓝的 你们是绿的 你们是红的 其实这我们都不在意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彩虹 我们不红不蓝不绿 我们就是只是讲真话 我们当一只乌鸦 然后我们告诉你最真实的事情 我们媒体的功能 或者是我们媒体想做的是促进对话 而不是制造对立 所以我们还是很古典的 很认真的 很脚踏实际的 做我们一个媒体该做的事 我想身为一个媒体工作者 他真的是没有累跟气馁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他必须要不断的战斗 因为我觉得说 如果我们有这么多的经验 都会被打败了 那其他人怎么办 那我们如果没有在迎头去跟他们作战 那就真的是 我们正义的一方就没有办法彰显 那如果说你退缩了 大概就是你这一生就好像认输了 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去接受各种挑战 然后不断的往前走 其实我们节目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除了报导及时性的这个环境事件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是环境的政策监督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不太受到关注 或者是没有被媒体报导的一些 偏乡角落的一些居民的困境或环境事件 所以当我们做这些报导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促成一些改变 比如说像是2008年的时候 那时候国旺石化的新建 然后我们就规划一系列 比如说像是今晚跟你说石化 或者是纪录片等等 然后去告诉大家说石化产业 除了经济的成长之外 可能会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 比如说就像我之前有做了一个 那个塑胶积居械的报导 它背着垃圾的壳 那20年后我们再回去看的时候 跟我一起做这个报导访问的学者 他就说其实在这20年来 他看到唯一的路线的数量增加的只有积居械 然后也看到了当地居民有一些行动 就是丢一些贝壳 然后让他们有一些新家 那他认为也是报导促成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 有点长期来看的很像杀种吧 就是你种子杂取 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芽 那它有可能慢慢就发芽 然后长成一个大树或森林这样子 那这边以前是那个掩埋场吗 好像不是 这边应该是 因为旁边是粉化炉嘛 所以我在拆这边以前 可能也是一个掩埋场的用地 然后上面绿化之后再盖做那个太阳能板 其实去到乡下 然后我们去拍专辑的时候 然后我们跟那个当地的阿嬷 在聊天的时候 然后他会问你哪一台 说公共电视我们的岛 我们的岛我每周都有看 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感兴趣的这样子 比如说一些老师他可能会在课堂上放我们的影片给学生看 就是这样子的影片其实还是有不断的在一些场合做播放 慢慢的去散播他的影响力 在台湾的很多角落 真的默默的在为这个环境做事 在守护环境 然后默默努力的人其实很多 那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可以透过这个节目 让更多的人去看到这些人的努力 然后另一方面是也会觉得自己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 让环境少受到一些不当的开发 那我们也帮纳税人节省了一些 一些无谓的这些开支这样子 其实我们很早很早就会想到如何让我们的报导让更多人看到 那后来我们就尝试数位转型 比如说在20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穿梭岛屿时光机 然后透过数位叙事图表动画影像的结合 多媒材结合 希望用另外一种方式让大家看到 那后来呢又再做了那个比较是像YouTuber 就是让柯师傅当作这个主述者 像环境说书人叫做中年大叔开讲 那这个东西有入围那个新媒体的创新 就是那个周围新闻讲 那到信聪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思考说我们可能可以开创另外一条路 所以我们也开辟了Podcast 欢迎收听我们的岛的Podcast 今天的来宾是科学月刊的编辑委员廖英凯 英凯你好 我是2000年的时候进到公共电视 那个时候都知道岛 岛其实很早就很有名了 那岛就是很像是一个 讲不好的意思是神主牌 就是在公共电视一个很大的一个招牌 那那个时候自己在主持有话好说 还有制作有话好说也14年多 那真的很累 那也遇到一些瓶颈 所以那也是说刚好缘分就来我们的岛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把那种比较硬的 或者是深的环境的一些事情 变成比较有趣的活泼的生活性的东西 我们就开始像是那个阿聪恒出席岛头行动客厅 我觉得这次蛮成功突破同温城的一个形态 像是我们解释性新闻在第一集 讲缺电这件事情 我相信很多挺和原本是不会看我们的岛 那我也知道很多不关心人员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是有因为我们解释性新闻那一集 而看到我们的岛的这些内容 这20几年来 其实岛的那个坚持信仰跟价值从来没变过 可是因为环境或者是媒体内容形态的改变 你势必要跟着去做一些调整 其实在讲环境真意的时候 你读了一段的这个文字 可能不及于你看了一个影像的记录来得深刻 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关系 然后跟我们的岛进行这些合作 也就是把他们这长期累积的影片 那我们筛选出跟主题相关的做英文的翻译 就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国际的阅听人 可以看到台湾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台湾环境媒体人才培养的地方 他们在这些议题里面长期的耕耘 他们更像这个领域在某个程度的 这种环境媒体试读的专业者 所以有时候其实他们问我们 可是有时候也是我们会去请教他们 而我们现在有品牌有信誉的这种 比较是公正的媒体 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好经营 那所以要有品牌有信誉又公正 然后又可以长期经营下去 我觉得我们的岛 这个是我们社会的稀有财 公共电视我们的岛的这个节目的存在 它就是提供了没有办法为自己发生的人 或者是没有办法为自己发生的地球 向社会向我们人类传达讯息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 环境遗体这么弱势 可能这么多的电视台里面 只剩下这一个节目是 还可以让环保团体开计程会的时候 台下是至少有一台摄影机 你会觉得一看到我们的岛的伙伴出现的时候 你至少知道说这个议题会有人再去发掘 如果说所有的电视台都能有一个像我们的岛的节目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环境才有希望 我作为一个妈妈 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努力的话 我希望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他很喜欢昆虫 对我希望他长大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这些动物跟昆虫 然后也希望他长大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比较公平对环境友善 对人与人更友善的一个环境 我很期待说 所有人应该要公平地获得生活元素 而不应该因为你的政经地位阶级 然后有不同的待遇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获得干净的空气 然后喝到一样好的品质的水 吃到安全的食物 这才能够真正的是符合公平正义 我这样讲应该大家都同意是说 我们的岛是台湾媒体的环境的第一品牌 不管是在影响 不管是在他的时间 不管是在于他所做的努力 这三方面都是 这个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 如果我们继续做下去 台湾是会更进步的 我会希望说我们的岛 在台湾来说 还是一种可以促进改变的力量 我还是很阿Q的觉得 因为我是一个被我们的岛改变的人 所以我会希望说 即使只有一个人看也好 那这个一个人 他可能就可以发挥他的力量 更有改变的可能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